北京时间8月17日晚间 据印尼媒体报道 印尼羽毛球名将金婷 由于母亲去世尚处于悲痛当中 最终决定退出今年的市井赛 由于金婷退赛 引发了国内球迷 关于谁能获得外卡参赛的猜想 球迷希望国际雨联 能够给中国年轻小将 翁弘扬一张外卡参赛 翁弘扬是今年下半年 表现最出色的球员之一 虽然他没有获得 今年的市井赛参赛资格 但是实力已经具备了冲冠的能力 因此 翁弘扬没有参赛的确有些遗憾 所以才有了球迷渴望国际雨联 给予其机会的想法 但从实际情况来考虑 翁弘扬参加市井赛的机会 已经不大了 这主要就是签证的问题 因此中国去丹麦参赛 一般都是一千几个月 办理签证手续的 翁弘扬原本就不在计划内 所以参赛已经几无可能 不过 翁弘扬不能参赛 球迷又想到或许 国际雨联会给日本名将 陶田贤斗一个外卡 原因是陶田贤斗刚好处于 地补球员第一位 另外他也是现役的市井赛 两贯得主 曾长期排名世界第一 他的参赛会令到市井赛的 关注度得到很大的提升 陶田贤斗最终能否成行 一要看雨联是否发出邀请 二是日本和丹麦的签证政策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或许真的有机会成行